今天一不小心把手指给划伤了 好了 这下子我们可以做这个观察人血的实验了 这一次可以观察一些新鲜的血液了 这个就是我的血液的样本了 看一眼 怎么看着这么颜色不够深呢 现在的放大倍数是40倍 然后我们切换一下 把放大倍数增大一下 好调小聚光镜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红细胞了 然后这边还有流动的 我上这边来看一下 哇我的伤口到现在还在痛 这些是流动的红细胞 这里面我一滴水都没加过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是原风原样的血浆 我再放大一下 看到没有 刚刚我们那会看到的红细胞呢 有点像长长的 并不像红细胞 现在就放大倍数是400倍 所以说在400倍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红细胞呢 这确实是个圆形 这边有好多挤在一起的 因为我没有加水啊 这是原装的血液 好了 也就是这样子了 再一会儿再观察的话 估计就都干了 看这边已经干了 这边有一个气泡 这个有气泡的地方 这些红细胞就比较好观察 好了 那这个就带大家看这么多吧 我这个伤口一直在隐隐作痛 接下来我就要去包插一下子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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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